我在進入宇宙城這十年的時光 有幾件事情讓我覺得印象非常深刻 突然看到穿綠色制服的小綠綠紋過來了 在逛了之餘的時候就會來問 最近有什麼搖滾專輯是很不錯的 我說你們都聽什麼 敲一下腦袋來紓壓來宣洩一下 非常活潑 所以在當時的時候 我們推薦了很多重金屬樂壇 他們也覺得很棒 我的老婆她難免就側眼說 哇 怎麼有那麼多女學生 我就必須要很小心的保持分寸 就是有一天出現了一個臉色非常慘白的 眼神也非常空洞的一個小女孩 旁邊有一個三妻在 她就跟我講說店長 妳可不可以介紹個極卷作品 讓她帶回去聽 她因為長期都在一個密閉空間裡面 整個人好像已經失去了求生的慾望 張希友剛好推出了吻別 我和你吻別 也在推薦一張女生的作品 我就選了陳舒華跟你說聽你說 沒多久幾天之後 山七仔很高興的就過來說 那小女孩有變好了 而且她說她也很喜歡這兩卷 所以我自己心裡是覺得很欣慰 拯救了一個小女孩的生命 覺得欣慰的同時也看到山七仔 手中拿了一堆理容院的招待卷給我 歡迎錢來使用 我有被捐捐 店內還有販售一些B版的卡帶 可是我沒想到出庭的結果 馬上就收押 沒幾天之後就發現又有一些人進來 竟然就是那一位山七仔 那我就很好奇說你怎麼進來 她說我被操了 那表示那一位小女孩可能也獲得新生 經歷也有點高興 那時候已經面臨到 就是國際聯手唱片行的進入 包含就是TOWER 或是FORNAK法亞客 甚至還有ABCD 成品書店這時候也十年了 吳先生跟廖美麗協力 他們也覺得就是說在書籍的閱讀之外 音樂也是不可或缺的 有這個機會點 心裡是很高興的 唱片行它經營的風險很大 很容易失竊掉東西 因為那時候我引進了很多 獨立另類的一些小廠牌 它很容易引起一些想要收藏 可是財力又不夠的一些 閱讀不小心順手帶走這樣子 所以讓我很頭痛 所以那時候我還貼了很多 警示標語很委婉的道德勸說 每隔幾週大概就是發現 有些商品竟然自動的歸位 只是它位置放的不對 既然樂團時代已經來臨了 那我應該要努力的去邀請 獨立音樂的一些創作人來這個展場 當時的糯米團馬列仙 陳三尼 陳其真 林森祥 在溫柏丁這一帶 結合咖啡館做一些表演活動 到了這幾年的蹲覽 我們就改成一個 在唱片行的live騷動 整個Fullband做一個風管現場活動 發現在唱片行的開演唱會 果真是一件很屌的事情 大家一起在唱片行的跳動 突然有小型的地震發生 昆蟲白那時候非常的年輕 就是從水晶唱片打工 一直到成品音樂 那時候我們大量的引進了Post Rock的東西 那Post Rock的這一種以企業演奏 所散發出來的一種搖滾能量 層層的一些吉他音牆 這樣子非常的吸引人 田梅浩團員包含小白 就大量的吸取了這些音樂元素 成立了應該是號稱台灣第一支的Post Rock樂團 田梅浩的作品的話 裡面有很多曲目讓我印象很深刻 它裡面有講到太陽 我講到月亮 所以我都覺得這個東西 都代表著我很守護這個音樂場域的一個所在 可是我總是心有不甘 唱片行不應該在台灣就如此的消失 人們內心永遠需要一種實體的一種陪伴 因為它會在你的腦海一起很多 我也很懷念我老婆 我老婆在今年的時候過世 她也曾經在宇宙神唱片上跟我一起共識過 大家也都很努力地在推這些水晶唱片的音樂 或是聽Queen往後合唱團的作品 來當作開電曲或是打烊曲 滿場的永恆倒在我們之間 是如此的靠近 如此的遙遠 敦然在去年五月底的時候結束 大家是非常不捨得 我也激動到一直泛著眼淚 看著它閉店 然後要把這家店收起來 希望就是我們大家熱愛唱片行的這股精神 還可以延續到新衣三樓 二四小時音樂館內 而我要讓這些音樂商品有它的生命力 唯有把它介紹給適合會愛護領賞這些樂園 讓它表現出來我們唱片行的價值 空中五月一日 空中五月一日 三阪 三阪 四日